为了为了要辛苦的打火弟兄 花莲县13乡镇市村里长连营会的总会长庄万来 国富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张正玉一行人 4号特别来到了花莲县消防局第一大队吉安分队进行慰问 表达对消防同仁的肯定 同时也为大家交打气守护花莲美丽家园 花莲县消防队第一大队吉安分队每天一早就是进行装备测试 不必做好完全的准备 当火灾来源的时候就能够立即出发来打火 每天承间都有一个固定的车辆保养 最基本的除了检查各式车辆的污电水是否充足以外 还会进行半湖组件的出水测试 来确保我们的消防车的功能性是不是良好的 所以这是做一个日常的保养人的工作 为了为了吉安打火的最新楼 花莲县市场乡镇市村里长林语会总会长 中央来 国府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庄正一行人 则是前往吉安分队来探望辛苦的弟兄们 同时也资政维吻金来为他们加油打气 我是仅代表我们那个花莲县村里长林语会 我是总会长 所以维吻他们这么勤劳 他们有用心的为我们百姓带五户这样 个红包压压精啦 小意思啦 来给他们加油 他们打好兄弟真的都是很认真啦 拼死拼火的都为百姓这样 所以说来给他们加加油 给他们打打气这样 谢谢里长 特别板工之中 破空来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关心这样子 张王来表示发现火灾的时候 消防弟兄们可以说是相当辛苦 而且都要冲到火场来进行灭火 来保障村民的生命餐的安全 希望这份关心 能够为弟兄们交流打气 继续守护花莲美丽的家园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